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经度在真言13章1到12节 真言的13章1节提到智慧指 听父亲的教训 谢蔓人不听责备 13节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 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 所以我们把它分作两个段落 1到12节 13到25节 那么1到12节 原则上第一节 它等于是一个引言 提到要听教训 2到6节主要是谈 听哪一方面的教训 是关于言语的教训 第7到12节 要听哪一部分的教训 是关于钱财的教训 我们进到经文里面来 智慧指 就是智慧的 有智慧聪明的孩子 听父亲的教训 一个真正敬畏神而有的智慧 我们说读真言书 要得智慧 是知道要懂得 听权柄的教训跟教导 而谢曼人不听责备 那这里已经暗示 这个谢曼人 他已经犯错了 做错了 做错了 那么父亲代表一个 慈爱的权柄 来指正 仍然不听责备 那你就知道说 他的错就会继续的错下去 在真言里面 一直有这样的教导 各位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不能够让这些话 对我们麻痹了 说实在我们仔细的 检视我们的生命 我们其实不是很愿意听教的 我们的内里 常常会有很多的抗拒 因为人在教我们不好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做谢曼人 那二到六节 我们讲是关于言语口舌 人因口所结的果子 必降没复 我们是不是智慧的孩子呢 我们应当听这个教训 人因口所结的果子 我们说出去的话 是可以结出果实的 我看到有一些父母亲 很有智慧 他们不断地用他们的口 去肯定去建造他们的孩子 所以他们的孩子 生命就有自信 他们的孩子就被鼓励 所以在很多的地方上 就有成就 所以这个人因口所结的果子 必降没复 使得听的人 比如说孩子 他得着这个媚服 我们之急也得着媚服 他在表达这个口 是有滋润人 建造人 成全人 帮助人的这个功能 而奸诈人 必遭强暴 这前面有稍微解释过 就是奸诈的人 他所说的话 就是弯曲的 分裂的 毁谤的 纷争的 带来纷争的 欺哄的 谎言的 那最后这些 会回到他自己的身上 他去挑拨离间 或者他去欺骗 最终这个恶果 前面讲的是美好的果子 他会让自己品尝到 这里提到的是 这个邪恶败坏的果子 也会回到自己的身上 奸诈人 必遭强暴 谨守口的 得保生命 大张嘴的 必至败亡 前面讲 我们要用口 去建造 去祝福 去帮助人 去成全 可是这里呢 也提到另外一个情况 要谨守口 就是谨言圣行 得保生命 大张嘴呢 他就是多言多语 那你可以理解 就是说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知道在什么时候应当讲话 什么时候应当要闭嘴 前面其实有提到一些情况 什么时候 艺人应当闭嘴呢 就是在我们 圣经面提到 生气却不要犯罪 在我们情绪受激动 或者我们受委屈 受入 受伤的时候 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口 不要去攻击别人 因为我们的口 会结出果子来 你要结出的是 滋润人生命的果子 还是结出来 咒诅伤害人 破坏的果子 最终这些果子 我们自己都要品尝 所以 有时候我们要去建造 但有时候我们要闭口 不讲 不要去 结出 恶的果子 可是恶人呢 他大张嘴 他就到处的去 败坏别人 或者是纷争 到处说人家的八卦闲话 那么最终他自己要败亡 第四节很特别 前面不都在讲口吗 第四节怎么会 突然穿插了懒惰跟殷勤 懒惰人羡慕 羡慕就是他的渴望 却无所得 懒惰人 他所渴望要抓取的 最后会失去 无所得 最终 纵使他在世上 好像他有 但是在永恒当中 他一定没有办法 得着这些的 他不仅失去 他抓取的 也要失去 他的生命 无所得 殷勤人 必得 风欲 殷勤的人 他却可以得着 极大的丰盛 和风欲 前面在讲口舌 突然间第四节 在讲懒惰和殷勤 所以我们 一开始读的时候 不太懂 他要说什么 可是我们看到 第五节 他又回到什么呢 言语的口舌 义人恨恶谎言 恶人有臭名 且至惭愧 那我们就明白了 其实 我们过往 对真言的印象就是 他好像每一节 都是独立的 也是可以这样读 他每一节 基本上都给我们 一些智慧的引导 但是他其实是经过 很多当时候 写作或者编辑的人 他们刻意的 花心思的编辑的 在学者的研究里面 发现他们的音韵也好 他们的字词也好 在原文的排列也好 或者他们当时候 文学的呈现方式也好 其实这样的编排 是有他刻意的目的 所以显然在这里 第四节 没有错 这里懒惰英俊 我们会想到的是工作 可是在这里 作者他可能 更要强调的是 要殷勤的用口 结出美善的国子 对下面来讲 是什么呢 要殷勤的 第六节 行为政治 我们先来解释 第五节 第六节 义人恨恶谎言 一个有智慧的人 一个公义的人 他会恨恶说谎 他也恨恶别人说谎 就是恨恶谎言 他盼望都是真实的 都是诚实的 那恶人有臭名 且至尚愧 这里指的是什么呢 恶人他说谎 被揭发了 被揭穿了 所以他有恶名 且至惭愧 他的谎言被揭穿了 他就羞羞残残的 那行为正直的 有公义保守 行为正直的 就是第五节 这里说 义人恨恶谎言 而真言的作者 在他的脑袋里面 当我们的心偏写的 乖屁的时候 我们的口就会说出谎言 我们的行为 也不会公正 不会正直 所以第六节 跟第五节 是互相补充的 义人会恨恶谎言 所以他的行为 他一定是正直的 就会有公义来保守他 公义就好像是一个盾牌 我们有公义正直的行为 就没有人来指控我们 所以我们就立得稳 就被保守 那恶人有臭名 我们说他的谎言被揭穿了 所以叫惭愧 他被揭穿了 所以犯罪的 被邪恶 情妇了 他自己说谎 然后被揭穿 他就得了臭名 大家就对他 有一些负面的评价 所以他就被自己的邪恶 给倾妇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 就说 要成为智慧的孩子 智慧之子 要听父亲的教训 要怎么做呢 要殷勤的说恩慈的话 要殷勤的用口去结果子 要殷勤的做正直的事 那我们进到第二个段落 是七到十二节 假作富足的 七到十二节是在谈关于 钱财的部分 对钱财的态度 那第七节说 假作富足的就是 假装自己很有钱 却一无所有 那这个我们前面谈过 他就是爱面子 打肿脸充胖子 他事实上没有钱 他却要假装自己很有钱 他要假装自己很有钱 他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他对钱财有一个看法 他认为有钱 钱财是为了让他被尊重 被告举 事实上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世界 我们也会看到 我们对一个人的评价 就是说这个人他重不重要 有没有价值 重不尊贵 在于他的消费能力 就是说他有没有钱 他能够买得起名车豪宅 或者是他能够穿金带银 那穿金带银 其实有时候看起来 我们并不觉得特别好看 但是他在展示的 并不单单是穿金带银这件事 而是我有消费能力 这是在消费主义底下 给我们的一个 所谓的拜金文化 崇尚钱财 崇尚物质的这个文化 所以这个人 他对钱财的态度是有问题的 他没有钱 但是他知道这个世界 对钱财的看法是怎样 所以他要假装是富足的 所以假做富足的 事实上他一无所有 但另外一个人 他是装作贫乏的 却广有财物 学者在这里的讨论认为 他仍然是负面的表达 因为他这里 他的装作穷乏的 他还是一个负面 他是一个假装欺骗 这里跟十二章第九节不太一样 十二章第九节说是 被人倾简却有仆人 这个人他就是很低调 这个简朴的过生活 被人家轻视 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并没有要去夸耀自己的钱财 但是实际上他的家却有仆人 可是在这里不是 他是很有钱 他故意装作穷乏 你要知道在犹太人的社群里面 他们有很强的彼此照顾的义务 有很强的彼此要供应帮助的 包含比如说家属 还有波阿斯跟路德的故事 对不对 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他为什么要装作穷乏 是因为他要逃避 要供应跟施舍的责任 这两个都是负面的 那为什么他要逃避 供应跟施舍的责任 他没有传递祝福呢 是因为他对钱财的态度是什么 是他是宝贵的 好的 我想要自己拥有 他没有把神给他的祝福 传承传递下去 给别人 他没有当好一个好管家 在整个圣经里面的教导 我们很清楚吗 我们是金钱的管家 神是给我们这些财富 背后是有托付 背后是有呼召的 我们是有责任的 所以我一直强调 要很小心我们的拥有 谨慎我们的拥有 带着敬畏心的拥有 那这个人他对钱财的看法 是有问题的 那第八节要讲的是 那这个钱财 他可以怎么样来 对我们的生命有帮助呢 他说人的资财 是他生命的赎家 钱真正要用在哪里 不是用在让自己有面子 或者要自己抓取 让自己享受更多 不是用在哪 那钱财有一个好处可以用 用在哪里 就是当一个人 他犯罪犯错之后 被判刑或者被判要罚款 他就可以用这个资财 来赎回 是他生命的赎家 所以这个 比如说我们在法律上 会有一些罚款 这个罚款付的代价 先前付出去的代价 就使得我们学了一个功课 透过钱财损失的那个痛 我们就意识到 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 所以钱财他有一个正面的效果 就是帮助我们学习生命的功课 而穷法人却听不见威吓的话 这个威吓是责备的话 就是说对穷法人来讲 因为他没有钱 所以当罚款罚金责备 就是说你这样做 我就要罚你多少钱 对他来讲无所谓 因为他没有钱 所以他也不在乎 所以第八节其实要强调的是 因为第七节讲了 你钱不可以这样用 不是好像要装作有钱人 让你显得尊贵 也不是偷偷摸摸地把钱藏起来不给人 钱它其实有一个救赎的功能 要正确地使用这个钱 就是当钱付出去 好像是个罚款代价的时候 我们就学到生命的功课 我们应当把钱这样的使用 这样的使用会得着什么结果 一人的光就明亮 恶人的灯要熄灭 这个光代表的是成功安康 或者甚至是在旧约里面会包含后裔 就是子子孙孙 一人的光它的丰盛就明亮 恶人的灯要熄灭 一人就慢慢地发望 恶人因为听不见威嚇的话 这跟受管教有关 听不见威嚇的话 他也毫不在乎 最终他的灯要熄灭 那一人的光明亮 恶人的灯要熄灭 为什么呢 在第十节就是来补充说明 因为骄傲直起真净 听劝言的却有智慧 我们刚刚在讨论前一段的时候 就突然加了第四节 跟上下文没有关系 其实在第九节也有一点这样的概念 对不对 前面不是在讲 这个富足财务资财吗 那这个集结提到的是 不劳而得资财也是钱财 为什么第九节突然加上一个 跟上下文好像没有太大关系的 其实是反而是解释这一段的关键 第九节他讲 一人的光明亮 二人的灯要熄灭 是在回应前面七八节 跟延续后面 十到十二节 其实他讲的是什么 对待钱财的态度 跟你的永恒生命有关系 你怎么样看待钱财 你怎么使用钱财 你怎么把钱财摆对位置 跟你的生命有关 那我们先解释完 最后再来做归纳跟说明 那第十节 骄傲直起真净 听劝言的却有智慧 骄傲直起真净 你看起来好像不是在谈钱财 其实他是在对照第七节的 第七节为什么要假做富足 因为他想要比别人 看起来尊贵 所以他是一个真净 其实他内里是一个骄傲 而听劝言的却有智慧 就是他谦卑才能够听劝言 他是有智慧的 所以第十节他也在说明 为什么一人的光会明亮 因为他听劝言他有智慧 那为什么恶人的灯要熄灭 因为他就是叫假做富足 他就是在真净 那你真净最终的结果是怎样 好 你看起来最有钱 那又怎么样 其实你是假的 所以你当然你的灯要熄灭 你这样弄 你不脚踏实际的工作赚取 你只是耗面子 那你最终当然要熄灭 第十一节也是在补充 说明第九节 等于是例子 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 勤劳积蓄的必见家政 为什么恶人的灯要熄灭呢 因为他是恶人 所以他不会脚踏实际的工作 他脚踏实际公益的殷勤 他怎么可能叫做恶人 他是恶人 所以他一定要得什么 不劳而得之财 他要投机 他要骗取 那你骗取的必然消耗 我解释过 如果你的孩子知道 你说的钱都是骗来的 都是不公益赚取的 你还致富了 还成功了 你的孩子会好好的工作吗 不会 那你成功 这个好像偷偷摸摸的 让你侥幸 好像你可以抓取 你的孩子可以 一定会失败 最终这个家庭 一定会熄灭的 恶人的灯 要熄灭 勤劳继续的 那孩子看到你是殷勤的 公益的殷勤 慢慢地赚取 赚取白手起家 那孩子也是简朴殷勤 他知道殷勤的重要 他也会跟着 好好的殷勤 所以 一人的光 会持续地明亮 十二节 所盼望的 此言未得 令人心忧 这个指的是恶人的盼望 恶人所盼望的 此言未得 此言未得 不是说等久一点 就会得到 而是 你一直等 一直等 一直等 无穷尽的等 都不会得到的 令人心忧 就是他的心 一直在那里等着 立刻发财 立刻致富 就是十一节 那个想要不劳而得之财 令人心忧 他必然消耗 那 艺人呢 勤劳积蓄 他勤劳积蓄 他殷勤的 杀种 耕耘 那么就可以期待 农作物会生长 所愿意的领导 他所盼望的 领导 大丰收了 收成了 却是神明术 他们家就得子养 孩子也帮忙 也勤劳 他也尝到勤劳的好处 所以艺人的光会明亮 我们回过头来看 我们说 今天的进度 他主要在 第一节开始的引言 智慧指 听父亲的教训 谢慢人 不听责备 而父亲的教训 这个教训 就包含两个段落 第一个是 关乎言语 那这个言语 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它 是从第四节来理解 所以作者要表达什么 就是说 我们要 殷勤的 说恩词的话 因为人因口 所结的果子 必降美夫 如果我们的口 所结的果子 可以滋润别人 最终我们得着 这个果子的好处 那你为什么 不殷勤的这样做呢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在 我们各样的世上 可能会显得殷勤 比如说我们会 殷勤的端念身体 我们盼望有健康的身体 这个很好 我们会殷勤的去 理解 知道这个世界的 投资的局势 这个很好 我们要做 金钱财务的管家 我们会殷勤的 去工作 上帝也托付我们 很好 可是这里 箴言提醒我们 我们还要有一个殷勤 我们要殷勤的 用我们的口 去建造我们身边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 好 在我整个成长的环境 和背景里面 我发现我比较 比较容易去看见问题 这不一定是错 因为神给我们一些眼光 看见问题 才能解决问题 可是我们的口 常常就常常说出来 是负面的 有一次师母在家里 打扫干干净净 很整齐 我一回家发现 家里干净的不得了 家里怎么非常整齐 我知道师母付了 很大的代价 可是我就看见 这个钢琴的上面 怎么堆了一叠书 我哪里 这个其他都不讲 我就说 那一叠书 那一堆书 怎么杂物堆在那里 哇 师母她 那个脸上的笑容 逐渐的消失 我要表达的是说 这个是一个操练 因为我们的口 可以结出果子 我们每一次的建造 每一次的肯定 每一次的赞美 我们就在滋养它 就在成长它 让这个果子 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甜美 而最终 我们也会尝到这个果实 可是反过来 如果我们的口 都是刻薄 都是批评 都是论断 我们就会结出苦毒的果实 然后我们也会尝到苦果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 严肃的事情 我们真的要留意 要小心 从今天起 真的我们只随时说 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出 讲出来的 这句话 如果没有让身边的人得益出 你就怎么样 紧手口的 得保生命 我们就不要讲 如果你在心里 盘算 你这句话 没有建造任何人 我们就不要讲 我们说出来的 都是鼓励 肯定建造 赞美 跟成全 求助帮助我们 另外呢 第二个段落提到的是 从第九节来看 一人的光明亮 二人的灯要熄灭 不单单是指自己的光 自己的成功 安康 它更包含了我们的下一代 影响到我们的子孙 对钱财的态度 我们怎么看待钱财这件事情 第七节就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装作富足 就是我们很爱面子 就是我们真的会 希望人家肯定我们 我们很害怕被瞧不起 确实 可是呢 这表示我们对于 钱财的观点错了 我们认为 钱财是要让我们 更有价值的 这刚好相反 上帝照我们 管理世上的万物 我们的价值 本来就比钱财高 每一个想要用钱财 用我们所购买的物质 来证明我的价值 它是颠倒了次序 反而贬低了 我们自己的价值 对钱财的态度错了 会使得我们受亏损 也使得我们的孩子受亏损 如果我们以为可以投机 我们可以用小聪明 一夜致富 那你这样的观念 不管你成功和失败 你最终都是失败 你失败了 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成功了 那你的孩子要接着失败 因为你这个投机的方式 不可能保证你永远成功 投机就是什么 就是我用不正当的方式 或者是亏损别人的方式 让我发财 我为什么赌博赢 表示别人输 我用亏损别人的方式 让我自己赚钱 这个不叫投资 这个叫投机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对钱财的观念 看法会和我们永恒的生命有关 也会影响了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前来祷告 亲爱的主 求你帮助我们成为智慧人 帮助我们殷勤的 用我们的口来建造 结出美好的果子 也帮助我们正确的看待财物 当你是我们富足的时候 我们看见 我们必须传递这个祝福 成全建造我们身边的人 求主你帮助我们 把金钱摆放在一个对的位置 好叫我们知道怎么样 带着敬畏的心来拥有它 谢谢主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